方向,妄想分别之主 了答,真如即万法 万法即真如 了是明了,大是通达 真正明了通达 真如是什么,整个宇宙就是真如 万法是幻想 真如是理体 能算万法 真如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万法 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 一体 祝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个心 一心无二心 所以 中风禅死 在信念法寺里头 开始讲得好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自信 祝佛 即是西方 西方即是自信 真将透了 信念佛寺的功德 不可思议 真正是明明亮丽 我们用它来帮助 尽忠的心们 那编着法本的禅宗的大德 开悟的大肆明显见信 大吃大悟的不是普通人 下面极尽的利益烦恼越急 倔苦患越近 极涅槃之理 涅槃的离体就是极尽 极尽就是涅槃 极是极灭 烦恼放下了 叫极 静止安静 一切 苦难 优化 没有了 先回归到 清净 平淡 觉 清净平淡 觉 就是极尽的意思 一切 这里头用 引 姿持极 月 极锦 结涅槃立 也 又往生要及 上君说 一切诸法 本来极锦 非有 非物 这是真的 二 让我们想到 一切诸法 它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的念头波动现象 所产生的幻想 这幻想 整个宇宙 用佛法来使 幻法界 虚空界 多大 大而无外 太大了 没有边际 永远找不到边际 其小无内 其大无外 这是四十真相 佛经上讲的 诸法尔十相 所以 本来极锦 极锦是真的 谁知道 阿罗汉知道 所以阿罗汉在一切法里头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他定下来了 定到功夫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从阿罗汉就 上升为菩萨 菩萨还继续修 修 修定 就是修极锦 极锦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决定不要把 锦 云 锦是外面的物质环境 云是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都不要放在心上 心就寂静 一般凡夫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全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就在阿赖叶里面 形成种子 这个种子 永远不会 灭掉 将来 越远 他就起现去 所以 阿罗汉 往上去 都有这个本子 都明白这个道理 在阿赖叶事里 别种种子 就没事了 用一句粗俗的话说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心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就是说 你保持一个真意心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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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